好 我们来看一下6.7的练习 这个第一题A 支援锥的题目 支援锥的体积来讲 是三分之一πr平方乘以高 那这边663636分3 越减得到12 12乘以8 我不晓得为什么 你这个前面只有16 后面其实也是你的6 826 818 8晶位1这应该是9 所以这里应该是96π的 OK 那表面积还没有算 表面积的话是πrl 这个l是10 对吧 所以是πr乘上r加l 我们用π乘以6 加乘以6 乘上6加10 对16 6636 16789也是96 所以这里体积是96cm 地方 表面积是96πcm平方 OK 第b的部分呢 体积三分之一πr是用8 等于斜边是17的话呢 高就会是15 所以这个直角三角形 那四套 请你记手来 OK 所以这一边呢 是8的平方 乘以15 15跟3 越减得到5 864 64再乘以5的话 你就会得到 64乘以5 5是20 535 6 530 净位2320 320 320 过后呢 表面积的话呢 是πr平方 加上πr L L是等于17 所以8864 17乘8 等于136 再加64呢 就会得到200 所以这题答案是200π 第二题 一个直元锥的体积是308 然后呢 半径是7 请问它高是多少 如果你用π 是7分之22的话 7分 3分之1 7分之22 乘上r 是用7的平方 当然可以越减一个7 对吧 可以越减到一个7 308乘以3 再除以22 再除以7 当然延续呢 是乘起来得到154了 不过你可以分开写 然后呢 再越减 最后呢 你就会越到剩下6 所以3 刚好308 刚好是154的乘2 对吧 所以呢 2236 所以我们算到高是06 第三题 一个直元锥 底元周长是44 底元周长是π 2πr 对不对 2乘7分之22 乘以r 就是44 这边呢 2乘22 等于是直接越掉的时候 7乘过去 我们就算到半径相等于7 半径等于7 体积等于256 又3分之2 请问他高是多少 体积的做法 体积是3分之1 π用7分之22 r平方乘h 等于这个356 又3分之2 这一边呢 只要把这个7放回进来 对不对 7可以越掉一个 256又3分之2呢 你换成假分数 也就是3256 乘以3再加2 你就会得到770 770除以3 然后呢 3拉过来乘 7拉过去除 22拉过去除 3跟3越掉 对不对 7可以越掉等于110 再除以11等于10 除以2 就会等于5的 所以我们的厂 所以这一套 这些练习呢 你会看到说 它可以用越简单的方式呢 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所以有设计过 之前呢 好像没有设计这样子 那个数目大到要死 第四题 一个直圆锥的高是7 这个体积是359又3分之1 这个底圆的半径是多少 我们直接套通是 3分之1πr平方 乘h等于359又3分之1 然后呢 拍放7分之22 r我们要找h他给我是7 然后呢 这个359又3分之1呢 换成假分数 359乘以3再加1等于1078除以3 所以7可以约掉 这个3跟这个3直接也约掉 也就是22呢 拉过去呢 是得到1078除以22 我们约减一个2呢 得到539除以11 除出来等于49 所以开根号49开根号就会等于7 所以这个底圆半径呢 相等于7 这些我们大概可以 我们快速的看看了 这个半径 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个是h 这个斜边是l呢 相等于r平方加h平方的开根号 那这边呢 52 13 这个斜边马上看出来 体积的话呢 我们用3分之1 πr平方乘高 侧面面积是πrl 表面积是πr 乘上r加l 所以大概呢 这个数据加完的乘出来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7 这个是25 我们就可以算到高是24 7 24 25 过后体积 侧面面积跟表面积 靠公司就算出来了 这个我不小心讲了 大家都做到不错 6 这个难搞了 因为它给你斜边 但是没有给你高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要从侧面面积下手πrl 那因为有斜的高10的关系 我们首先先算出它的半径 从这边侧面面积先算半径了之后呢 再算到6跟10 我们就知道说高应该是8了 OK 过后呢 再算那个体积跟表面面积 应该就不是大问题了 再来看这一题呢 首先从体积这边下手 我们的体积换成假分数 三分之一 πr平方层高是h4 它的高是4 然后呢 搬过去越减得到9 应该是忘记开根号了 9要开根号才可以等于3 这个半径应该是3 3 4就会得到斜边是5 我们的斜 侧面面积呢 就会是πrl对吧 πrl 好 7分之22 乘上半径是3 高4的斜边是5 330嘛 330除以0 我看一下啊 直接看答案就好 330除以7 你除一除呢 你就会得到47 47就7分之1 OK 再加上这个πr平方的话呢 加进去的话 πr平方 R4 R4多少 R43 339嘛 对不对 再加上9π 你就会算到 诶 诶 等等啊 中筋表面6 7 这是侧面面积 7 4 28 现在没有问题了 为什么它后面给我的是立方的 不管它啦 呃 里面积是9哦 再加9应该是5 16 6 7分之1 OK 所以这个πr平方应该是5 6 7分之1 大概是这样 呃 我没有看错啊 这样没有看错吧 我自己看错 顶的答案是错的 不理它 OK 再来看这个呢 呃 从表面积这边 你可以算出 因为表面积 π π r r xr r r 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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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πrk xr xr 然后呢侧面面积是抬RL 所以这里我也不太 我也不去想计算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右图我们是有一个直圆锥的容器 它的高是14 它的底 底 半径是9 如果我这一边装了 两百三百五十二 ML的水 球它的高会是多少 这一边是比较特殊的是 你不知道它的半径是多少 你也不知道它的高是多少 但是你知道高和那个半径呢 是有相同的这个比例的 对我们可以通过相似型 我们知道H除以R相等于14除以9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来讲设 这个来过来这个来过去 我们就会有R是等于9H除以14 也就是说我们的面 我们的体积 因为它体积给了你就是352cm 立方 然后我们把它当作cm立方 它的体积相等于三分之一 I是7分之22 R是14又9 9 14分之9H的平方 因为平方的关系我写两遍 好吧 9H除以17 是这样 14 14比9 对哦 然后呢 再乘上这个H 5R平方乘H OK 所以单词上是这样子 不好分 这样很复杂 嗯 那 接下去呢 接下去呢 我们可以越掉一个3 嗯 但是呢 我们这里有H有3次方 问题来了 352 它要乘以7 它要乘以14 它要再乘以14 呃 它要除以22 它要除以3 它要除以9 呃 我们可以越一个22 这个就会等于7 我们越再越减一个11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32 过后就没有办法再越了 但是呢32哦 我借一个2给它 它相等于64 也就是4的三次方 这一边呢 我们有一个7 两个7三个7 7的三次方 这一边呢 就有27 也就是3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直接开立方根的话呢 我们就算到H 其实是4乘7除以3 其实28 28除以3 呃 也就是 也就是 93 27 963分之1 所以这一边 它虽然数字很大 但是它其实设计也好好 让你可以很快速的 呃 开立方根 非常 用心的一个题目 哦 第九 第七题 U图我们是有一个直圆锥 它的侧面面积是65 呃 然后呢 请问它表面积是多少 但它表面积以拍来表示的话 55 25 我们是25拍 这个直接 25拍是底面积 再加上65的话呢 你就会算到90拍 好 所以这个是它表面积 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至于它高的话呢 我们先算它的鞋 这个鞋的话 是拍RL等于65拍 我们拍月调 再除以5 就会得到13 我们算到鞋边是13的话 高就会得到12 非常简单 然后呢 体积的话 3分之1 拍R平方乘12 我们就算到100拍千 地方 这是它体积 OK 最后一题 我们来看看 这一题的话呢 12 它半径就会是6 它高就会是8 6 8 10 这个是一个特别指甲上脚型 体积怎么算 3分之1 拍乘6的平方乘以8 给6636 36除以3 得到12 12乘以8 应该是96 又再一次的算错 第一题也是说到56 这一边应该又写成56 应该是96 96再乘以2 因为它上下两片 96乘以2呢 你就会得到192拍CM地方 这是它体积 至于它面积的话呢 你要注意 这一边是侧面面积有两片 所以你不需要加这个拍R平方 它已经贴在一起了 不算了 有没有 所以呢这边呢 拍RL呢 是拍乘6 乘10 得到60拍 再乘以2 剩下两片 等于120 拍CM平方 这个就是它表面积的 OK So 6.7大概是这样子